采集收藏雅石、化石近50年 方瑞麗收藏澎湖各地方的雅石、化石 她认为这是我们所生活的土地上发现到的 借此了解这块土地的自然历史 方瑞麗在工作之余 喜欢往海边跑 偶然机会中发现石头里尽有雅石 也对搜集化石产生兴趣 如此一头栽了进去 一晃将近50年 退休后的她 更多余的时间喜爱到处走走 现在的她不仅收集不少的化石标本、雅石 也喜爱与同好分享 美不藏于己 这两粒的一个铁丸石 是经过七美一个移民 她无意间去采九孔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的 然后她就带一颗回到家里 那我七美一位朋友刚好到她家里 认为这个是我们雅石界的一个 算是一个保障 很少看到铁丸石那么大力 一般来讲都是像我们西蟻 它都是铁丸石 铁丸石它是都很小 那里面遇有一个颗粒叫做植母石 没有像七美这种铁丸石那么大 所以这颗 它的颜度 还有它的形体都比篮球还大 所以就是也值得我们 值得我们去收藏 那目前出水总共不出实力 不出实力 所以这个是 虽然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比较珍贵 但是对一般来 一般人而言的话 石头只是一个石头而已 没有什么 来到方瑞丽位于马公室的住处 从客厅就可以看到不少宝物 经络土点梨皮石 有如篮球的铁丸石 猫浆石 还有着如熊猫的石头 一般石头来讲 有景观石 这棵就是很标准的景观石 它是石 它是台中的一个 蓝头方面的一个黑弹石 它有一个主风 有一个平台 两个护风 然后这边有一个流水 是标准的一个景观石 再来一个是形象石 形象石的话 就是从外观看起来 它的相似度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像某种什么形体 所以我们叫做形象石 像这一颗 这颗就像一只蚂蚁 像一只狗 像一只一个动物 狗的一个造型 包括它的眼睛 还有它的一个身体 在上的一个毛 这都是自然形成的 我们玩雅石 绝对 绝对要尊重自然 不能刻意去雕刻 化石类包括 无脊椎动物化石 领航金化石 德式水牛化石 听方锐利细细诉说着 这些都是大自然 所遗留下来最珍贵的 生物史教材 这些来源不易 认识渔民 如捕捞道请通知 才能保存至今 有些则是熟悉的好朋友 知道他的喜好收集越来越多 我们澎湖水道的化石 有很多目前为止 出水有很多动物 种类很多 包括有金鱼 有四不像 有鹿 有德式水牛 有山猪 甚至于路上的物贵都有 这是从移民去捞 就是捞捕的时候 无意间他打上来 我们就是去跟船长 有一个适当的一个交易 船长如果他们有捕获到一些 捞到一些化石 他会主动的告知 我们就是花一点钱 给他买起来 这也是我石头的一个 的一种 因为它是化石 已经 已经沉积在那个 海底 有将近万年以上 所以它才会形成化石 神奇的大自然 造就了神奇的观赏石世界 大自然的各种事物 现象 在观赏石中 基本上都有反应 变化万千的形式 和逼真的效果 把大自然的景观 人物 动物 花草文字等 尽献其中 应有尽有 是收藏者爱不释手 一般来讲 玩下游的石头 是我们比较能够接受 因为它比较言论 比较光滑 那上游的石头 就是很锐利 就是 菱角很多 像这个 这个是上游的石头 观地圣经 但是 但是它的一个缺点 我们把它画成优点 因为观地圣经 它的气势很汤薄 所以 有一种一种严肃 威武的感觉 所以我们用它的一个 锐利的一个 实况 把它叼 把它巧雕 方瑞利说 行 指其实在点 线 面 三度空间所占的位置 是大自然造化 而形成天然的外在形体 对造型时来说 外形各异 变化多端 千姿百态 风情万种 有的形象 有的具象 有的抽象 有的灵巧 有的圆魂 但不管它以哪种形式 表现出来 只要有利于主题发挥 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 都不愧是 其实中的佳品 记者 王海龙报道 请订阅